夫妻生活当中女人到底要不要主动 我跟你们说一个大部分男人都不会告诉给你们的秘密 就是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希望自己的老婆在外面是端庄大方的 在家里呢能热情似乎 你可能会说哎呀女人主动这多不好意思呀 可你知道吗被动的男人的大部分都是渣男 反而主动有可能会更幸福 英国的恋爱专家分析了男人的心理活动后就发现 男人其实都知道自己要在感情当中采取主动 但是大部分男人他们是很直男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你们表达心意 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在咨询当中发现很多男性客户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 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跟老婆沟通交流 夫妻生活这件事 他们说老婆一直表现得很拘谨很保守 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偏好 当然他们的老婆也不会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姿势 也不会反挥怎么更舒服 当然说不舒服有时候都不会说 当然有些呢还会直接拒绝掉 这就会让男人觉得挫败憋屈 然后两个人的矛盾误会就会出来了 而且信上压抑情感互动上也就压抑 时间久了 婚内不满有些人就会婚外去求 而且外面的女人不一样 她们有套路有行动有赖心 不需要男人主动 她们就会去研究男人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然后主动去做主动去给 当然渣男也一样啊 花花特别多 但目的只是为了玩玩罢了 都说夫妻关系当中 表达清楚自己的需要很重要 其实这个需要不仅是日常生活 夫妻生活也是需要去主动表达的 现在的婚姻真的跟以前的婚姻 有些许不一样了 就是夫妻生活上面 大家都不再藏着掖着 也不憋着忍着了 我看过一份调查数据说 全球成人用品市场在2023年达到了 1337.1亿元人民币 而中国市场了 2025年有望达到2081.3亿 而且中国市场购买的主力军居然是女性 所以你们看看现在的确有很多女人 会主动调教男人配合自己 去大胆尝试不同的花样 解锁各种姿势场合 那带动的彼此都特别享受其中 而且不仅仅是夫妻生活当中 她们日常也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 想要什么就直接说 不需要男人猜男人啊 有些时候就是这种目标型的动物 需求说的越明确 他就是越愿意去满足女人 彼此都很开心 当然有些人的开心不是为了自家女人 而是外面女人的 而且夫妻之前真的回来说 女人主动男人就会觉得自己被需要了 被认可了 自然才会有源源不解的动力去回馈你 所以说别觉得自己主动要就是掉架了 主动是你能掌握主动权的表现 跟自己的老公主动 有什么丢人的 你主动的不解释夫妻生活更和谐了 夫妻关系也会变得更好